配合几亥猪年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馆 举办了大型新春展览 春节前后每个角落都成了春节文化的展场 官方特地为观众呈现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 展示近千件的文物 是故宫建院以来动用最多文物的一次 让民众了解清朝时代在宫廷里过年的习俗 展览吸引了大批人潮 春节首五天 参观人数就突破了30万人次 除旧迎新 宫殿门口悬挂着寓意吉祥的春联门神 华丽的宫灯 这里是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馆 配合猪年所举办的贺岁迎祥 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 春节期间平均每天餐馆人数超过6万人 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 餐馆人数就已经突破30万人次 创造了国家博物馆新的餐馆记录 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故宫除了推出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来到这里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历史巨变 家国情怀 许多人就特意利用春节假期 到北京参观展览 来故宫来过几次 但是就没看见过这么新奇的东西 很多都是第一次展出 尤其是一个宫灯 不是200年第一次挂吗 展出文物多达885件 清朝时代在皇宫里过年的装饰品 全都映入眼帘 官方还成功修复了天灯 这万寿灯节庆的文物 重现了过年盛世的过年景象 故宫年年来 而且不止一次 故宫搞的所有的一些特展 不管排多长时间 每次都来 既看到了中华传统的这个年味的文化 同时呢 确实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 走进这里 人们除了对接受教育 增长知识的愿望愈加强烈 对优质文创产品的需求 也热意旺盛 这无形中和博物馆 形成了良性互动 NTV7综合报道 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